所以我們後續會試一些,譬如說 他們平常根本就不會想要吃的東西 但我們因為會讓他試著去吃 看他會不會吃,所以我們就是要先有這個動作 然後等一下就會有比較危險的 蛤? 沒有啦,就是比較high一點的 那我們這些比較 有一些魚比較好吃,我們會留起來 為什麼?因為我們要給 等一下我們要去玩的那個章魚吃 什麼? 之類的,貝類 嚇到吃腳 嚇到吃腳 我都已經給他吃了,他還吃了 沒有,他就是喜歡跟人家互動 他在探索,他想要跟你做朋友 不要想太多 可是我也是要拿一隻 塞給他啊,塞給他 不是丟給他 用手把它撥走 用手把它撥走 不要哀啦 越哀他越愛 越哀他越開心 什麼咧?音 那因為他是個姑娘 所以什麼?快篩音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阿坤的水族遊樂園 今天我們請到兩位貴賓 一個是我們常見的西西 另外一個是第一次來到我們遊樂園的 蔡哥 大家好,我是蔡哥 對,然後蔡哥我們今天就是有個流水席的 一年一度的流水席 真的假的? 我們等一下會在水中 清涼的在那邊用餐 甚至有準備麻將桌喔 可以休閒一下 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還蠻期待的 對對對 那我們現在第一關 第一關我們就是 因為我要先把事情處理完嘛 我們場內的員工要先餵過 OK 那我們第一關就是 其實我每天花蠻多時間 就是這邊 可以看到我們的那個小花枝 這算是新來的員工喔 新來的員工 我先示範一下 我先示範一下怎麼餵齁 就是這個蝦子呢 抓著 這種是什麼蝦 這個是我們一般野生的 我們叫蕭蝦 它有 這是半蛋鹹水的一種蝦類 然後它就是會爆軟 然後就這麼大隻 然後它就是剛好就是 手放在水裡 那因為我們有訓練過 我們有訓練過 它會先觀察手上有什麼東西 我確定是可以 對對對對對 好可怕喔 對對對 它會越來越 它會越來越 會越來越聚著那個 然後這個要讓你們幫我 體驗 第一個體驗 對對對對對 現在滿餵飽 我們才有辦法進去下一個 下一個關卡 這可以吃嗎 可以吃啊 這種可以吃喔 你要吃是可以吃啊 對 那就由你們兩位來幫我餵食一下 對對對 都要被他們 吸的感覺是怎樣 手要放到水裡喔 還蠻瞬間的事情 對對對 我的看起來都好聽 然後這個 這個行為呢 是我們之後有一些 訓練需要 需要先做這個基本動作 真的嗎 因為它一開始會 因為一般的野生動物 都怕人類的手嘛 對 那我們就是 希望它 對人類的手好奇 以後呢 我們拿什麼 它就會吃什麼 所以我們後續會試一些 譬如說 他們平常根本就不會想要吃的東西 但我們因為會讓它 試著去吃 看它會不會吃 所以我們就是要先有這個動作 泰哥你可能要拿遠一點 你的GoPro才會比較好拍 因為你這樣太近 我的經驗是 對對對 對對對 因為太近 你會拍不到 你要拿緊啊 你拿到眼睛那邊也沒關係 不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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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對啊 然後我們一天要餵個三四次 對啊 其實這樣子在 我以後規劃的那個遊樂園 它會比較偏向就是 欸我讓遊客去體驗互動餵食 對 然後因為他們吃的量 是夠的嘛 所以我可以 使用非常大量的耳料去做販賣這樣子 我們不賣 不賣 主體 我們販賣耳料這樣子 讓人家做互動餵食 對啊 我是覺得這樣 做一個養殖之後的一個 新的一個 思路這樣子 不要說只是 只是賣海鮮給人家吃這樣子 而且這個 小朋友也蠻能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個也蠻安全的 對 然後等一下就會有比較危險的 沒有啦 就是比較high一點的 這個是出席班 對先 跟我們的員工打個招呼 所以他們是原本的時候 是不在互動的嗎 原本一定是不會離人的 原本 因為他天生就是 野性出來以後 他就是 就不會 就不會跟人有互動 而且看到人就跑遠遠的 所以你在大自然 像賽哥有在潛水的話 就會發現 他就是離你一個距離 對 他不會讓你想要靠近 對 對對對 你要味道很那個 可是你也不可能每天在海裡陪他 對 那我們這樣飼養的話 你才有辦法每天去訓練跟 跟陪伴這樣子 他其實到 其實現在這個階段可以 就是說你可以拿一些冷凍蝦味 就是一些比較冷凍型的蝦味 不一定要活蝦 只是說 或者我今天沒有準備冷凍的 我就 活蝦給他吃 因為活蝦的養分也比較好 對 所以一天 譬如說三餐我至少要有一餐是活蝦 喔 哇 那你光養 餵死就要花很多時間了 對啊 就是覺得很忙 他噴墨汁他不開心啊 這可能是 不是要搶 互相在搶嗎 沒有啊 他我們訓練就是 人的手是主體啊 他才會研究說 先靠近你的手 然後再看你的蝦子在哪邊 他確定你手上有東西 能不能吃這樣子 好可怕 但是好像不會痛 不會啦不會痛 他就彈到而已 稍微有點彈到 他有勁喔 一定要這麼勁嗎 你一定要這麼勁 然後他就是這樣子啊 他只能在看我 他不能這樣子 蛤 蛤 就是蝦子這樣子打 可以啊 可是就是沒有達到訓練的效果 對 就是每天要跟他親近啊 訓練 他像全部這樣 對啊 你以為說撒下去 撒下去當然可以 可是問題是以後他不理你啊 喔 因為你手以後你要做手的餵食 就沒有辦法繼續 所以這是一個訓練的基本功 就是說你每天要 每天要跟他有一個那個訓練的互動的那個機制 就算要撒還是說味道一個八分飽 差不多了以後 我會全部 因為你還是要保證每隻都有吃到 所以當然最後的動作是全部撒下去 不用怕啦 咬也不會咬你 他只要咬人 沒那麼容易 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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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這個 排排這塊就是他的硬的地方 對對對 就硬子啊 所以他之後越變越小 越變越小 誰越 不會不會他會跟著長大 他會跟著長大 因為骨頭是跟著長大的 對 天啊 翻臉了 已經翻臉了才說他沒當 好好玩喔天啊 對啊對啊 他們就是很可愛 對啊 他甚至有的說 欸會不會過來親近 會 就是他幫他很餓的時候 因為你手已經是食物提供者了 有時候他就會直接撞過來 你會不會有什麼東西吃啊 你就很餓 因為我這個平常都會很 很白 他噴我墨 對這裡這隻 還好我穿黑色的 他吃蝦子耶 MG 對啊 那就再吃 好可愛喔 你不要離水太緊 你就要拆一點水起來會比較 對 他離水會激到空氣 好大 那可以吃你嗎 小朋友 然後菜哥我們就是說 其實這下雜魚就是什麼都有 那這個都會有次 下雜魚 下雜魚就是一般食用魚以外的 叫下雜魚 就是漁民抓起來的魚 有一些魚是 比較沒有食用 像這個叫 在日本叫做 辛曼 辛曼壽司有聽過 這個就是辛曼 那台灣因為比較沒有在吃這個 就會把它刷掉 那其實也會有一些不錯的 叫做這個 最 這個叫全世界身價最高的魚 什麼 知道嗎 高價魚 巴郎 巴郎 因為巴郎啊 會失明 巴郎 就是巴郎 對巴郎 那我們這些比較 有一些魚比較好吃 我們會留起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給 等一下我們要去玩的那個章魚吃 喔 對 這個叫恰張 這個都比較小 沒有食用價值 那一些比較像我們講的辛曼 這就可以丟給 丟給那個魚去吃 丟給魚去吃 像這個叫做鯿魚 喔 叫鯿魚 天啊我看到他了 對 他來吃 對 這個就是丟給他們吃 很大欸 那個嘴巴 對啊 那要餵這個嗎 沒有啊就是丟給他 沒有就丟給他 你就丟給他 你就抓著尾巴就好了 對 因為他有一些 下去他會怕你 對 對對 這有那個鼠蠻 鼠蠻 有一個最大叫嚕嚕的 沒有就丟下去給他吃就好了 好 嚕嚕 然後我先挑一些他們喜歡 啊你們可以 就是挑大的這樣丟下去就好了 大大的長的丟下去 啊手要小心手要小心 因為這個我也曾經手餵過 那你有時候不注意 他以為手是食物 他就會 咳下去 它為什麼沒有對準的感覺 因為他是嗅覺 用靠嗅覺的 天啊有一隻 好距喔 就丟那邊比較遠一點 不要看得到 好可怕喔 他很大隻耶 好大隻喔 這個也是石斑嗎 對啊這個石斑 比較小這個叫龍虎斑 最大這個叫龍膽 龍膽石斑 他之前有五隻 後來就打架打到死生一隻 龍膽是很暴躁的魚 有時候輕池子會有攻擊性 像龍虎就比較溫和 我們還有拍到那個 濕的鏡頭 他還吃耶 他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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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比較大的額料 為什麼這個魚看起來還活這個感覺 就新鮮的下雜魚 要挑比較新鮮的來源 這種 之前那個浮潛有看過 對啊對啊 那個也是很兇啊 在香港叫油椎魚 好可怕 他是要吃他的鏡頭 沒有 你拿尾巴 然後手不要進水 他會吃 錯了啦 那個是鏡頭不是魚 他很白癡喔 那是LULU嗎 不是 不是LULU 他搞錯了 很好笑耶 然後現在又找不到 他剛剛一直上那個鏡頭 對啊 他就是很傻啊 在這裡在這裡 他會對鏡 因為鏡頭有什麼 有閃光 喔 鏡頭閃著紅光 所以他會 他會對那個有 覺得那是食物 好好笑喔 他是叮過了 被複動到 很不怕人的 他不怕人啊 其實你可以摸他啦 你不要捏他 你摸他是沒關係 就是譬如他吃 吃的時候你用一隻手摸他 他不會反咬啦 因為他嘴巴在忙 可是通常不建議 不建議小朋友這樣做 因為小朋友會 不聽指令 我害怕了 他的膜被我摸到 那不會不會 這個沒關係 這個倒沒關係 拿一個長一點的 你拿長一點的啊 長一點的 這個好滑 不要趕快騙他 沒有啦 沒有啦 騙他啦 騙他 騙他 你講的是廣東話吧 喔 他是軟軟 軟軟滑滑滑 對對對 你在海裡不能這樣摸 會出事喔 對對對 好 好 吃好快喔 就吞啦 直接就吞了 那他消化會不會不良 不會 而且我們這個東西啊 其實獵食動物都一樣 就是養東西要記得 獵食動物不能每天餵 這種吃肉的啊 就是可能兩三天餵一次 三四天餵 因為你要保持餓的時候 有一個生命力的感覺 你不能每天 你每天餵他後來就懶懶的 很容易就生病死掉 所以他有那種找尋食物才會運動啊 對啊 所以我們這個都是兩三天餵一次 這樣子 所以你真的是剛好兩三天後這個 對我們通常都是間隔兩三天餵一次 有時候 沒空有時候 一個禮拜餵兩次 可以可以耐餓 對他們絕對耐餓的 肉食性動物都是 可以這樣 因為他們在大自然中 可以沒有那麼容易找到食物 對 他們可以一次吃很多 他們是可以暴隱暴食型的 他們不一樣 對 然後我們等一下這些 餵章魚夠了 然後剩下的就是 先放著好了 好 這可以餵龍蝦 餵頭沙 餵什麼 你可以丟一些給頭沙吃 阿哥也是說講那種 很多食物 是是是 沒有要配合菜哥 對 今天來到縱頭 章魚來了 阿虎要叫我們下去餵章魚 對 他會來扶住梯子喔 因為他講說我們趕快下去餵他嘛 他也餓了 所以我們會被他吸住嗎 會喔會喔 可是比較緊張 因為什麼 因為章魚會讓你受傷 就是咬你嘛 章魚會咬人喔 對 如果你他受到驚擾 比如說你去捏他抓他 讓他覺得逃不掉的時候 他會咬你 可是這是前提之一 你不會做這個動作 通常我們不會嘛 第二他會以為 你手是食物 所以呢我們就什麼 要帶一個食物 他讓他抓住你就塞給他 好可怕喔 對 不是然後他讓他抓住食物吃的時候 你還要繼續跟他玩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會覺得說 阿 他也很無聊啊 在這次平常沒有什麼人陪他玩 所以你下去就是順便跟他玩 所以你就手給他吸沒關係 因為他嘴巴在忙 他也不可能咬你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不用害怕 對對對 所以我們這也是一種 互動衛食訓練 這都是後來我們 以後觀光都可以做的一個體驗 這樣子 對對對 阿以後水石加高 我們就不用下去 對對對 他會浮阿 小流出現了 一隻而已嗎 兩隻 今天有兩隻小流 OK 好那我們就準備下池吧 好 欸腳走出來 他在你後面 對 我不想踩到他 接過 OK OK我下來了 好 沒事他們在忙著扶梯子 沒有空離我們 誰 好 謝謝 阿我的腳被黏住了 哈哈哈哈 跌倒 我差點跌倒 哇喔 欸那個水桶趕快拿 趕快拿 好 他們要吃東西了 今天來囉 阿菁的水族 郭樂園 他把我拖鞋搶走了 你看他吸我的 喔 然後 然後 走開 就是 一位 花枝 章魚 花枝 章魚 趕快拿魚 趕快拿魚給他 他吸住了 趕快拿魚塞一隻給他 我這樣子我的腳 會不會歪 來來來 趕快塞一隻魚給他 先塞了 先 快塞快塞 有欸 馬上離開了 對啊 就得到目的就走了 你看 我真的要下去了 來啦 你有這個就沒問題了 我真的要下去了 你看他們在搶 對 到搶 他過來了 那個 這樣子比較不會 漏掉鏡頭 因為上面不用拍那麼多 你要小心 他真的會過去吸喔 他來找你的 就塞一隻給他 一直想要吃 吃我的腳是怎樣 對啊 不如這邊有幾隻啊 呃 八九隻吧 八九隻 嗯 嗯 跑掉了 那你一走動的話 就又有興趣了 啊 所以你這裡沒有到海水耶 就海水啊 就天然海水啊 哇 可以整個提起來 走得好可怕 我們要怎麼逃跑 你要餵他 不是逃跑 我來了 你要塞 塞也要吃啊 魚給他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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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幹嘛 你可以摸他的啊 你是可以摸他的啊 啊 趕快吃 趕快餵他 趕快餵他 不要 那個吸的感覺超詭異的 你要把他撥走啊 你是在 啊 我有給他吃了 好可怕啊 給他這麼多隻一起靠近 他們就是這樣一撥蜂啊 後面有一隻 很討厭 先給你再喝 再喝 不要走 誰沒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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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宜蘭新的吃腳屁 吃腳屁 這個吃得很徹底喔 這只用拔罐的方式 對 就是進入拔罐了 這是超可怕 那邊我的腳 幫你 站梯子上啊 幫你站梯子上啊 你害怕的話 爛爛爛 奇怪耶 一直吃我腳後跟怎樣 給你 給你 他真的 有時候也就會吵 對啊 有的會繼續跟你玩 有有有 還會跟你糾纏一陣子 我一定要跟他糾纏 他要感謝你啊 先送他一個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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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這裡 哈囉 這邊 蔡哥我幫你拿好了 好 蔡哥 那我拿這個 對不是因為你這樣 第三人稱比較快的好看 好 可是我也是要拿一支 你也是 塞給他啊 塞給他 不是丟給他 真的沒幫我看著很丟耶 用手把他撥走 用手把他撥走 不要哀啦 越哀他越愛 越哀他越開心 你是不是 對 天啊 開始在 這邊集合了 我要拿一支 魚寶貝 寶貝 這裡這裡 他會看得到嗎 你手把他撥開一點 不能 我怕他會試探性咬 他會試探性咬咬 對啊他會咬一下 看看能不能吃 真的假的 他覺得好吃就會真的咬下去 他有牙齒嗎 他要試探性咬了嗎 沒有他有的是玩比較多 玩比較多 通常會 我忘記其實可以換魚鞋會比較安全 就是這樣咬也不會 你看這樣 可以跟他玩 他背面的時候很像猩猩欸 對啊對啊 他就是張開很像那個 煮熟的章魚就是這樣 整個手張開這樣 這是他們經常就是在窩裡面 欸欸欸幹嘛 通常他們嘴巴有的時候 你給他抱也沒關係 因為他不會在咬 因為他嘴巴在忙 所以你看他就是只是在研究在玩 你看 就可以跟他玩 我跟他他會黏住這樣 啊不開心他就走掉了 他應該 不用怕不用怕不用 吸都不用怕 抱住 抱住了再 再煩惱就好了 有有有有有有 他其實已經有一隻了 他嘴巴已經有 他要跟你互動 你跟他摸 你摸他摸他 你跟他握手 握手 握手一下 他要跟你握手啊 章魚是不是 他在探索 所以沒關係 他不會咬你了 這裡還有一隻 後面又突然跑一隻出來 他們是不是有一隻腳 是他的生殖器官對不對 對 有一隻是那個 他會負責把精夾抓在那邊 然後塞到媽媽那個 那個老婆的那個 身體裡面 他那不會也不會痛 他就是偷偷的喔 他有時候母的也沒注意 就被偷塞了 什麼意思 就是他他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 就是媽媽在休息的 你的教育頻道 對啊 沒有啊就是大自然就是這樣子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不能說的啊 啊可是今天算大餐啦 啊平常會餵一點小童 譬如說小貝殼 或是那個小鮑魚 之類的 貝殼 腳先吃 我都給你吃了 為什麼他還要吃 嚇到吃腳 我都已經給他吃了 他還吃了 沒有他就是喜歡跟人家互動啊 他在探索 他想要跟你做朋友 不要想太多 他沒有敵意 對 或是他模仿了阿昆原本的個性 不是因為我們就是 剛剛也有抓你吧 所以我是鬆插頭 他坐在那裡 所以他們是真的很聰明對不對 很聰明 他就是會探索啦 會探索這個 他探索 有我的章魚老師有沒有 一個人潛水跟著一隻章魚 一直在研究他的行為 國外的一個影片 來啦 他們在偷塞 沒有他們在搶 在偷塞人家嗎 沒有沒有他們在搶 我們人在他不會偷塞 他也是怕打擾的 還是會有點 對 有一點精子的 來這裡別偷塞 那你偷塞他 什麼啦 什麼你偷塞他 先不要先不要 他爽到 他爽到 其實如果是穿 穿穿那種那個 然後穿個雨鞋 就可以坐在車子裡陪他玩 因為他都是會抱人家的腳 只是怕有時候會攻擊一下 他會認得人嗎 理論上會認得人 理論上可是要很長期 他會認得這個人 會對這個人特別有感覺 那他對人類 記味道嗎 沒有沒有 形體啊聲音啊 他智商非常高 好我們任務完成 那我們現在是身上都海水了 對啊 那我們現在就是去把身體洗乾淨 我們去我們流水洗一下 跟我們的身體 我們也放一次淡水 就沒有去那邊洗 洗身體 好走囉 走囉 好 潛水啊 衝浪 理論上可以 哇靠 叮這麼多包 好難抓 不然怎麼辦 我抓不到他 要坐下去了嗎 有抽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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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啦 他在你下面 他在你下面 你等一下不能NG囉 你該叫的先叫一叫喔 好不好 我先錄起來當特輯 不是 你是好特別訓練過是不是 訓練什麼 他就只針對我 沒有啦 都針對啦 屁啦 他就在我下面 屁在在下面 你可以看 他本來就住那個 那個啊 後來我被搖 他自己被搖 沒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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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那我們到那個 流水席最關鍵的關鍵了 那今年喔 那個波士霧 大張旗鼓 那個桌面他佔了 所以呢 然後所以呢 我們這邊就走那個 排桌 排桌 暫時暫時 對對對 那這個流水其實有典故的喔 因為阿坤的水族遊樂園呢 就是希望什麼 就是既 養殖 裡面有蝦子 還有什麼呢 還有餐飲 餐飲 郭師傅出現了 還有什麼 就是育樂 就是休閒 對對對 休閒週 這已經三個齁 這算是澳門皇家賭場的規格了 OK 好那我們現在就準備要用餐嘛 郭師傅 所以呢我們現在要有什麼咧 用餐 我們既然是近距離接觸 我們需要一個快篩 那請問大家今天有做快篩嗎 有有有有 那出事一下好不好 出事 出事 菜哥 一條線 小鳥小鳥 快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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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師傅也是快篩陰 快篩陰 快篩陰 基本上已經碰了 對對對 然後這個稀稀的 稀稀很辛苦 我上個月有確診 然後也關了 虛什麼 幹嘛虛我 那是新人類的 對對對 無敵欣欣已經拿到了 不過他已經過了很久了 已經是上個月月出了事情了 對對對 對 OK 那他也是快篩 怎麼咧 因 那因為他是個姑娘 快篩陰 菇 對對對 好遠塞陰陽 嘿 嘿 嘿 會黃標 OK OK 那我們就快篩夠了 我們就請郭師傅這邊表演一下 我們今天的料理秀 我告訴大家今天都餓了 是 一樣簡單的 一樣樣介紹 一定要簡單喔 很簡單 是這樣子 我覺得今天在吃裡面有蝦子 是 如果等一下我會煎我們鴨肉搭配蝦子 那我會用鴨子的油 鴨油 來煎蝦子 煎蝦子 對 鴨油先鴨 然後吸打 吸打 對 鑽住 把手捏住 捏住 另外一隻船 捏住 捏住 捏住喔 要捏住喔 痛 痛 痛 誰痛啊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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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墊腳尖 不要踩路 很緊 那個力量不夠 它其實有點拆線的感覺 喔 漂亮啦 對趁其不備 現在要上速度線嗎 浪線浪線 沒有浪線沒有在浪 沒有在浪